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人民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冲高回软 虽然有一升 但走势上高就不是理想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汇海风云 未讲到题目之前 看看恒伸指数表 全日恒伸升了46点 收报22503 成交不算活跃 只有581亿 今天港股的走势是冲高回落 我们看看恒伸的图图 一开始的时候恒伸已经上升了126点 开报22583 最高再升多都是20多点 最高的时候升148点 去到22605 将22600点或以下的红症全部杀了 冲到上去26 刚刚突破了这个位置之后 就回落了 然后走低 曾经一度倒跌 最低的时候见过22738 50天线都曾经失守过 恒好最后半个钟的时候 站上去 收22503 站在50天线之上 现时呢 恒指那个会不会形成中期反弹浪呢 仍然都是有待观察 因为今天呢 在50天线上下那里穿梭 未能够确认的 那短期反弹浪 一定是的了 持续当中 所以呢 投资者仍然都可以是什么 是短期 投机性买卖 但是中线呢 仍然都要再观察 起码都看多一日 看完星期一 是不是可以站在50天线之上 为什么看多一日呢 因为 因为国企指数呢 已经连续两日 站在50天线之上 那星期一关键 如果第三日 都站在50天线之上 那即是什么呢 那即是有机会中期呢 是反弹 那当然啦 如果国企指数 能够中期反弹的话 恒新指数 也都很大机会中期反弹 所以说 看多一日了 是不是能够可以 站稳 为什么还有一样东西 为什么要看多一日呢 就是因为 看外围的形势 还有看这个 今天题目 回海风云 我们先说外围的形势 是什么呢 就是看着这个导致 导致呢 去到不进质退的时候 你看到我画了一条上升轨 昨天 触过那条上升轨 回落过的 如果他还是未能够 突破两万点 心理大关的话 恐防呢 就有机会 就先来一次呢 显著一些的调整 那如果他能够突破两万点 心理关口 那当然啦 可能大家都开香槟 港股都可能会受惠 也都冲一冲高 所以有机会有一个中期反弹 相反 如果导致跌破这个 短期这条上升轨的话 认为一次呢 比较大小小幅度的调整 例如去回19,200 这样的水平的话 那港股呢 中期反弹可能会受到影响 就要回回去的啦 好了 那除了这个 美股外围因素之外 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今天题目 汇海风云 汇海风云是什么呢 就是人民币这个汇海风云 大家看得到啊 这个是在岸人民币那个汇价 向下呢 就是人民币上升 向上呢 就是美元上升 人民币下跌 那呢 连续有两天 在岸人民币呢 是升了上来啦 那离岸人民币 又升得很多啊 那些是夹淡仓啊 那在岸人民币更加紧要的 啊 那因为这个才是真正人民币的回价来的 那离岸人民币 始终那个加盈额很小的 好了 那人民币连升两天之后呢 啊 今天又回远啊 去回6.926这个水平啊 你看得到啊 啊 突然间这样的啊 啊 大阴烛之后 又变回大阳烛 那就是人家 现在在匯市上高那里 大坎大啊 是不是啊 那大坎大的结果 究竟会是什么呢 暂时真是六死碎头 都未知的 那港股这几日弹呢 其中一个很大原因 都是人民币回升的嘛 那但是今天又回远了 所以大家都要看多一天 究竟啊 下星期一 啊 人民币是升还是跌呢 才决定到中期走势的 好了 那如果港股 其实呢 中期 如果这个行指真突破 那当然是好 如果它是五十天才是假突破的话呢 会怎样呢 怕它好像这个十月初那样 打突破之后 上去之后 怎样啊 迎来一次比较大一点的调整 那就不理港股了 所以我就说 看多一两天 起码看星期一 看看它是不是真是 真突破还是假突破 如果它是假突破 你要小心的 真突破站到上来呢 那就有机会迎来中期反弹 就上往两万三千关 如果假突破 那就要小心它回到两万二千区了 好了 那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